這是一顆蘋果 這是一顆小蘋果 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說起投影機這個品項 我們已經開箱過很多這種產品 它們通常都有一定的尺寸 如果你是追求高解析度高亮度的話 它們的體積不可能小到哪裡去 而且它們通常也要另外接電 才推得動 不過這類投影機在攜帶上就有它的局限性 畢竟有的時候我們可能 就只是需要一個小小好攜帶 能方便在任何環境下 都可以使用的一個投影機產品 其實我一直都很好奇 像這種這麼小的投影機 它到底有沒有市場 畢竟它的規格跟投影量度 都遠不如我們之前所介紹過的 K9或U8那種大型投影機 所以這一點我還真的有去問過廠商 廠商是跟我說 這種小型投影機的市場需求 其實還蠻高的 根據它們試調後 歸納出幾點使用者需求 第一個就是 如果投影機的機 比較小巧的話 它就不佔空間 可以方便你隨身攜帶 那第二呢 就是它的投影畫面 怎麼樣再小 也比手機或平板螢幕還要大 你像說如果幾個人的一個小組聚會 只要投影在桌面上 或鄰近的牆壁上 都可以讓一群人 方便的去看簡報或看影片 第三呢 如果你不當投影機的時候 還可以連接手機 用藍牙的方式 播放音樂 來做一個藍牙喇叭 它的音量怎麼樣 也比手機還要小 那聽完以上幾點之後 老實講 連我都不會說服啦 那這類產品 雖然小歸小 但是在一些用途上 的確還是很好用的 那接下來 阿達廢話也不多說 就為大家介紹這台 OVO小蘋果 智慧投影機U1B 那這台U1B 它的體積真的非常小巧 我站著把它放在手掌上 它就一個巴掌大的體積而已 它的長寬僅有7公分而已 而且它的外型也相當可愛 廠商說這個外殼顏色 還是特地選的 採用汽車等級的烤漆 而且它的重量也相當的輕 才240一公克 大概就是手機的重量 不要小看說 它這麼小小的體積跟重量 它該給的IO 可是全部都有的 在上方有電源鍵 右側則是有焦距調整 跟HDMI 左邊還有智能PT快充的Type-C連接附 還有一個3.5N的耳機孔 可外接隨身碟的Type-A 2.0 講到這個PT快充功能 U1B在這麼小巧的體積裡面 還塞入了4800mAh的電池 也就是說 這台除了可以隨身帶著手以外 還能隨時隨地拿出來使用 另外它也可以 外接行動電影 或是使用變壓器的供電 達到長時間使用的一個效果 另外它本身也搭載一顆2W的喇叭 搭配它的藍牙音響的一個模式 就算你不投影的時候 也是可以拿來當作藍牙音箱的使用 功能性也是不錯 另外在它的底部 有一個1.4吋的鎖孔 而在它所附的這個收納包裡面 就送了一個迷你腳架 可以方便架在桌上 或任何地方來使用 在這個收納包裡面 還有一個PT18W Type-C的電壓器 還有電源線還有游用器 該給的配件一樣都沒少 那外觀介紹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投影規格 這種尺寸的一個投影機 大家也不用要求說要有多高的一個亮度 它的亮度是30LED流敏 解析度是支援4K輸入 然後真實輸出是480P 也支援HDR的一個功能 單就規格來說 它的投影規格算是中低階的一個表現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它是主打體積小巧 方便攜帶的一個機器 我們要尊重目前的科技極限 跟物理的限制 如果像這盤體積 還能夠投影4K畫面 加超高亮度的話 那肯定是廠商胡亂你 那大家可以看看 實際投影出來的效果 我是覺得 以一般的使用情境來講 它的亮度跟畫質 其實還是挺不錯 然後它的亮度跟畫面 也會受到 投影距離的長短影響 雖然官方號稱 最大可以投到120吋 但是我覺得 你就大概投個50吋到80吋 站著投 效果就很好 就不要想說要投多大 它是一個方便為主的一個機器 也因為它體積小巧的關係 它也能實現 像短焦投影效果 就算你貼近牆面或投影面 依然能夠對焦 不過它不支援自動對焦 所以你就要手動這樣調一下 系統部分 一樣是使用Enjoy為底的一個 Ovo TV OS 在首頁上 就能光看海量的YouTube直播 跟部分的免費第四台頻道 甚至也能花錢 購買正版第四台的那個頻道來看 然後一樣 它也可以透過像Google四集 或者是說用USB 來裝APK的方式 擴充任何你所需要的軟體 網路連接部分 則是支援2.4G跟5G的一個Wi-Fi網路 不過它不支援自動對焦 但是它可以提前修正 這一點我覺得還OK U1B還有一個非常不錯的點就是 它的機身後方沒有任何IO 所以也代表說 你可以把它平放著使用 躺著就能輕鬆的觀看任何影片 這一點我是覺得相當不錯 而且它的遙控器 還支援Google語音搜尋 只要按一下 就能輕鬆找到你想要看的影片 那接下來 ABA就用U1B 來投影一些影片畫面 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要是要用USB YAMAO 她是我的手法 ABA 天才索蘭 Core 下手 Core 上手 好 時間到吧 You'll never see you coming You'll never see you coming I will love me Mr. One You'll love me Mr. One I will love you Mr. One 最後來總結一下 我對OVO U1B 小蘋果智慧投影機的一個 簡單心的鐵機身的小巧無敵 重量又相當輕 那以功能性來講 我是覺得它就是 雖然說體積小 但是它在功能性沒有太大的閹割 一樣是搭載好用的OVO TV OS 可以讓人隨時隨地 觀看第四台或YouTube頻道 而且還內建電子 不管在哪邊只要開機起來 就立刻能投影子用 只要有行動電源跟一條傳輸線 就能為它充電讓它一直播放下去 你甚至可以把它帶出去 連接筆電跟客戶開會 這樣就不需要一群人 擠在電腦前面去觀看小螢幕 如果是怕小孩子近似的話 也可以考慮用這台來代替平板或手機 讓小朋友不要再盯著小螢幕來觀看 不過它的解析度就是480p 這是物理極限 如果你也在尋規一款小巧好用的投影機 那麼OVO U1的小蘋果投影機 會是同季裡面最輕巧的一個全能選擇 也推薦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喜歡這段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與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有機會